大家有看《啤梨晚報》 都知道我們今晚的《啤梨晚報》 真是賣大包 都有不同的嘉賓 首先繼續有T.M.說 如果大家聽第五節關於T.M.說 親身在美國做特朗普義工 講一句都見過特朗普經歷 再講多一些現在的主流傳媒 在美國那邊 再加上一些香港的中文傳媒 又懂得翻譯美國的主流傳媒 無論是左中右的香港中文傳媒 都有這樣的通病 結果就是 一講到美國選舉 美國政治 講到烏梨彈到完全有欠公運 有欠客觀 有T.M.說 講一些比較尊肯客觀的事實和評論 再有他用了一個半小時的 都在第五節 講了一宗 有些都是他獨家的資料 是關於神秘學 由蜜田圈去到光球 去到怪石 去到羅茲威爾 外星人 UFO等等 都是很值得大家聽 周冠威導演 在第三節 周冠威導演 都有上來受訪問 第四節也有些足球界 球評界的朋友 十一營堂的兩位大哥 Ron和Gary上來 所以大家有興趣 都重溫今晚的《啤梨漫步》 所以今晚《啤梨漫步》做到十一點 我一做完《啤梨漫步》 都馬不停提 立即準備了最棒分析 現在做了 完全是直落 沒有休息 所以今晚的最棒分析 比平時晚了 希望大家先體諒一下 我也相信大家 不要吵架 好了 先講施政部